在最關鍵的時刻 王燦竟然決定 以純粹的國標舞來應戰 令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這一次跳倫巴加鬥牛 這兩個舞科 每次跳到鬥牛的時候 因為會想要用全身的力氣 去撐出框架跟鬥牛勢力 一種威猛的感覺 又帥氣的感覺的時候 全身就又開始僵硬 慢慢肩膀就開始往上踢 因為完全以舞技來應戰 因此王燦的各項缺點 都無所遁形 甚至連他擅長的倫巴 都表現失常 本來以為 我對倫巴已經跳過好幾次 那基本步應該不至於太差 但是沒有想到框架的中心軸 還有力量的交換使用的時候 居然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但是面對只有 短短幾天的練習時間 即使明知力量使用錯誤 然而王燦也只能埋頭苦練 而這樣的結果 也讓他身體出現了狀況 你要問 辛苦奮戰到最後一刻 王燦卻面臨必須負傷上陣的狀況 究竟他的傷勢 會為他這次的比賽 帶來什麼樣的變數呢 帶來什麼人的響 帶來什麼人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